提醒施工太大声了 没有想到工人竟然拿布棍敲打住户的铁门 台南一处工地在礼拜天不到8点钟就开始来施工 住户当时向建商反应可不可以小声一点 没有想到工地工人不但对他们大声叫骂 还拿出木棒用力敲打住户铁门之后骑车逃离 事后住户询问工地人员到底是谁 没有想到得到的回答竟然是 对方是临时工不知道是谁也找不到这个人 拿着木棒从马路对面怒气冲冲走到铁门前 抬起手用力往门上敲下去 打一次不够又打一次 发泄完情绪男子才大步转身离开 住户简直吓傻 铁门上两个明显凹动 明明对方有错在先怎么还拿木棒敲打泄愤 周日8点不到施工噪音吵得对面住户不得安宁 向建商反应没想到工地工人先是大声叫骂 接着拿出木棒敲打住家铁门后 汽车逃离 根据环保局规定 每晚8点到隔日8点 假日则多加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不得使用动力机械妨碍安宁 最高可以开罚3万元 至于建管处则规定 平日晚间10点到隔日6点 假日晚间6点到隔天8点 以及中午12点到1点禁止施工 为者最高开罚9万 不按规定时间施工 打扰居民安宁 反应后又遭到恶意对待 工地其他人却说 这名工人是临时工 疑似想卸责 工人去属临时工 他属个人的行为 也在找该名工人了解中 好在当天是假日 住户没有太早将铁门开启 要是当时工人冲进住家 恐怕被打得不止铁门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 好 谢谢大家